这是崔天凯大陆驻美大使 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接受白岩松就是央视的主持人 专访的时候呢特别强调 因为昨天呢白宫的发言人指出 拜登将会以耐心来面对中国大陆 那这个就是崔天凯呢 他特别针对这部分呢 来接受白岩松的专访 特别谈到美中关系 以及美中的贸易战 他说啊 他说美国应该要恢复的是 大国应该有的样子 而且除了大国的样子之外呢 还要有大国的智慧 美国还要有大国的自信 甚至还要有所谓的大国的乐观 跟大国的勤奋 他指出了这几个部分 崔天凯甚至还说 这个拜登要用耐心来面对中国大陆 其实光用耐心不够的 因为呢还要有理性以及诚意 他特别谈到 如果有人特别要将美中贸易战呢 加诸在中国大陆身上的话 那他们也不怕 绝对会奉陪到底 这是最新消息 而这两天 美国股市都在讲 一个一家公司的股价 就是黑美的股价 说他从去年12月开始就大喷发 而且呢25号这一天呢 就大涨了28.42% 创下2012年以来新高价的收盘价 而且光是从今年年初以来 黑美的股价已经飙涨171.95%了 整家公司的市值突破100亿美元 原因是黑美宣布和亚马逊旗下的一个云端服务商呢 达成了合作协议 要来共同开发以及销售汽车智慧平台 Ivy 可以让汽车制造商呢 分析车辆感测器的资料 进而提升车载平台的使用者体验 路透社同时报道说 黑美这家公司 过去出过的黑美机 曾经是手机市场的领导品牌 那我们就来看 黑美机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一台 我曾经在看 我曾经看过这一台的时候 那时候好想买它 过去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而且是黄金时代 但是呢 这个神话最后还是陨落了 就在苹果和Android的智慧型手机问世之后 而且黑美其实在20年这期间起起落落 甚至呢 最近还宣布和鸿海旗下的富质康达成协议 要在今年上半年 在北美还有欧洲推出Android系统的 有键盘的5G黑美机 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黑美机要回来了 而富质康呢 则负责它的 这款5G黑美机的设计和制造 那黑美机重出江湖了吗 那我们先来看说第一代的黑美机其实是在1999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那当时是由加拿大这家通信公司Research in Motion Limited 简称RIM它所制造的 而这家公司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就改名成黑美公司 Blackberry Limited 2016年的时候又授权这个黑美机给大陆的一家电子公司叫TCL 那黑美逐渐就从硬体公司转型成软体公司 网络安全还有无人车的领域这些来持续发展 那刚刚有提到第一代的黑美机在1999年推出之后呢 其实它到2002年的时候它就以Blackberry就是黑美就是做这个手机的名字 然后推出了5810这一款 对于当时的行动网络其实不是很发达的年代来说 这款黑美机就变成商务人士爱不释手的手机传统手机 而且呢因为黑美机它是说当时这个这款里头 它是有很强大的邮件功能叫Pushmail 它可以及时收发邮件而且它的隐秘性非常的高 当时的前美国总统欧巴马就是黑美机的爱用者 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黑美机的使用者已经多达400万人 其中有20万户就是来自北美地区 增长率更是高达36% 一直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在美国 光是在美国的使用者就有2000万人超过这个数字了 可是这个高峰同时也成为黑美机最后失败的一个伏笔 因为第一款iPhone就在2007年推出来 这个时候黑美机却敢潮流先后推出智慧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 而这其中平板当时还特别和电信商合作 在两个月之内就达到100万的销售 可是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受到市场的青睐 也就是说黑美是以黑美机成为当年传统手机市场的领先 可是呢当它被一款就是跟自身手机完全是两级不同的iPhone挑战的时候呢 黑美却是还是以为自己还是保有优势 所以它在转型的时候又同时推出智慧手机跟平板这些半成品 就是说它后来其实没有朝这方面继续发展 所以就称为半成品 结果最后当然黑美机就是被市场来淘汰了 也还有这个品牌 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 黑美就宣布说它的黑美机要停产 去年8月底的时候就正式停卖了 黑美机在走下历史的舞台之后 可是黑美这家公司并没有因此消失哦 而是转型成刚刚有提到 它是特别是在软体部分 是在资讯安全的软体还有服务 那也开始同时因为软体的部分 他们也进军的自驾车的技术开发 2018年的1月 黑美就已经先和百度的自驾开放平台 有一个合作的基础 现在这个合作基础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 就是根据这个协议的最新内容是 黑美有一个即时作业系统 会和百度旗下的高解析度的地图 两个系统作为整合 而这个整合的系统之后呢 它会迁入在大陆广州汽车集团 就是广汽 它下一代要研发的新能源电动车 这一款车上面 那广汽的电动车很厉害是 广汽的电动车呢 是现在大陆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它每一年生产超过200万辆汽车 现在百度和黑美之间的这个合作 特别受到关注 原因就是说 陆制的这个汽车内 配置外国的作业系统 其实是不符合北京当局 现在他们要发展本土 技术的一个蓝图 因此呢 现在黑美的进军 这个跟百度这个合作计划呢 就备受关注 而其实呢 一直传出要推出 Apple Card的 就是苹果公司 它现在宣布说 它旗下的硬体部门主管 下一张我们会看到 就是它 李乔 它要转任新职 主导一项新计划 可是现在苹果并没有说 它要转 就是它要负责什么样的计划 这个人很重要 因为它是1998年加入苹果之后呢 从2012年以来 一直担任这个资深的 工程部的副总裁 然后呢 它掌管的是iPhone 还有iPad 还有Mac 甚至是AirPods 跟HomePod 这些音讯产品的研发业务 苹果并没有说 未来李乔的新任务 只说它还是工程部的副总裁 而且是直接向执行长库克来报告 那目前 苹果至少有两大硬体的新方 一个就是自驾车Apple Car 以及扩增实境AR 还有虚拟实境VR的头戴式装置 那李乔的任务在还没有 就是变动之前呢 其实苹果的AR和VR的这个硬体主管 都是直接向他报告 而且呢 这个人他从9年前升到 硬体工程部的主管的时候呢 他接了这个宜缺 这个宜缺呢 这个人就是麦斯菲德 这个人并没有离开苹果 然后呢 这个人后来又成为 苹果汽车计划的负责人 直到去年又退休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在想 苹果要开发自驾车的传闻 一直在讲 那是不是外界就对于说 这个李乔的新任务 也许可能会是苹果的Apple Car 那因此呢 对于他新任务呢 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联想 以上是这一节全球现场 为您掌握最新状况